财富投资,速度是致性关键 买卖港股美股,操作简易 现金丸展账户,一言切换 港币,美金,人民币,灵活调度 系统优化,界面清晰 全新升级版傅幸通 助理落盘,快,狠,准 有傅幸通,投资路上倍轻松 富昌在线,步步领先 早晨,欢迎来到逢星炎的炮姐教你炒 第一次在富昌财经台兔联直播 炮姐祝大家患财就修 记得把握你的贪明,拥有你的everything 为大家进来快点,给个like,炮姐 早晨,第一个,谁第一个进来 Cathy,第一个进来 有的同学,老娘,Ava,Y,还有 Single,不懂我们的名字 为了投票,给个like,我先拿一拿一声 今天市场,炮姐觉得 痴痴呆呆坐在台上 你和我预料都差不多 因为今天都是没北水的 但其实昨天,套年来说 真的超厉害的 我觉得昨天是一个裂口高开 一个裂口高开之后 再冲上去 昨天也是冲上22,500点这个位 22,500点这个位 月升月有 在22566这个全日高位做一个总结 而今天来说,又再一次突破 月度性的高位 升到22,700 也是比昨天的高位 再突破到134点 其实告诉大家 3263加134点 其实已经去到3,300多 今天一个月的波动性 很明显是一个超级牛仔 连续三个月 是一个低开高走 低开高走 低开高走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想 这个位置是华丽转身 再做反弹 我觉得就算华丽转身 也要等下个星期 北水回来 看看会不会拖高了 回来吃个肥兔仔 丧菇货 其实昨天的成交来说 我觉得 没有北水 没有北水 也有1,195个亿 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 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 这个来说 大家都可以去警察得到 为什么炮姐的样子好像不见了 好像在萤幕上的样子都不见了 大家快点给我个like 早晨 今早有粉丝说 IFC见到本人 好像很搞笑 经常见到我IFC的Josie 我忘记了名字 经常见到金融女神 炮姐路过了 早晨 肥子 如果大家有投资问题 欢迎你们留言给我 当然要根据我的格式 去问 特别是衍生权证 因为我想很贴地去帮到大家 OK 很贴地帮到大家 下个星期一 就是MTF的一对一补就 如果学生补了名字 收到通知 记得要准时出席 因为每个月 大家都要收拾一些仓位 还有部署 还有调动 还有期权那些 哇 今个月基本上 又还财就手 不用早休息了 全部收完了 那些期权金 上个月谈了一些 例如1288 做一些short fruit 挺好的 他的想法就是 他会肯接货的 OK 两个白这个位置 肯接货的 接着做了几十万股 收到几片的那个 期权金 就上去了 假设这个位置 基本上都不用接货 那几万元 就代代平安 另外 我们有做的就是941 今天准备很漂亮的期权 简简单单 最重要是基本面 是穩打穩摘的 不是那些超级浮夸 大死大跌 你看我没有教大家做什么 883 386 我没有教大家做什么 奇权修飾 因为他那个 业务表现本身就是一个 不稳定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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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难在身上 拿一个稳定的状态 就像你谈恋爱的 你找一个又喜欢奶粉 又喜欢淤酒的人 你很难在身上 拿到一个稳定的感情 或者是回报 为什么呢 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不稳定的 你找一些稳定的东西 就是 是 不对 今天想和大家讨论一件事 就是Tesla 戴起那些车仔股 你有没有发现 昨天升得最美是车仔股 包括那只三傻 跟着又扔了一只小米 在那里发了一些狂声 其实小米升什么 靠姐又说它不行 整条素 凸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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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凸 其实Frey 说一下小米的镜 基本去年那条素 它的镜按年收入跌了12% 小米的收入跌了12% 去到2140亿人民币 毛利率只有16.9% Tesla中了20% 虽然它减了价 但它这么振奋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去售车那条素 去减价那条素 因为它的车方面 仍然只有泵把 即是说给你知 其实它是借炒上来 跟它的行业赛道成功变演 是没有关系的 明白 先给我一个yes 跟它的行业赛道成功变演 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要分清楚 它炒上来是 好像那些什么 欢喜影业 或者是欢喜传媒 突然间 因为有一套满干红 昨天已经出消息 它好像做假 它亦都说要反击它 会不会是真的做假 还是没有个人怒吵它 其实你说做假 在国内来说 我认为是一个很狠的 很狠的 是不是我出街 都见到很多 比亚迪的车 开始出来了 样子都靚靚仔仔仔 但我暂时还没在街上见到海炮 如果大家拍到海炮的真身 在街上走 不妨给炮姐看看 我现在都有一点想 好像变心的感觉 之前我经常说Model S 但如果从车价性价比 我认为海炮未必比它差 但我也要试驾一下 出街看看有没有感觉 才会想一想 如果连炮姐的中实Tesla 涌等都会变心 都会变心 究竟一般人会变心 我觉得机会也不小 我觉得机会也不小 你看看车的人都知道 买标的会上升 车你没听过升 除非古董车 名人用过的车 一般车来说 只会跌一出落地跌三成 如果你说 你本身150万 车跌三成 我已经只剩一百万左右 你用多几年 又跌一些 其实一个投资的角度来说 我未必会想买 或者买一架几十万 当我完全失败了 我觉得有数得计 所以我觉得 这个市场仍然会有得打 大家观众问题 2月份的2万4 可以吗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记得星期日 跟着我金融烈炮的频道 我会开炮门会议 说一下如果我们的市 再要大升的话 三个必要的条款 三个必要的条款 我想给大家一个概念 现在我们的指数方面 已经去到去年三月份的位置了 三月份有什么情况出现了 炮姐 当时是出了俄乌战争 俄乌 加美联储 美联储加息 然后市就不停车来这个位置 经历了终极一跌 去到指数的14597点之后 火箭息上升 火箭息上升 上升了差不多7700点 是很厉害的 但也不需要古顶 我昨天的小米来说 吃一半留一半 留一半 今天又教食了 另外那只康芳今天又穿了 所以你不用管它这么多 现在 总之有小的 有小的 风大的垃圾都吹得起 我那罐是一只 完全 好像没有油黄花的小米 车都没吹过 小米都可以搞得 好像很有dream 明白吗 这个要留意一下 其实你看到一路上来的成交 成交方面是不合格的 真心 你上来的 如果我要买100股 昨天是1.1 我都1100 今天是1.2 贵了 应该1200 但是你怎么会不合格的 如果你不上來的成交 都能是想想想想想 lowered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危险 危险是什麼 的 它是一个干蒸消米 干蒸消米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 potential 有什么风吹 這些是別人灌輸給你很錯的理念 什麼叫穩陣 穩陣就是不會輸死 會翻本 也會OK 如果你說 你看看 你買了一些這樣的ETF 它下回SQQQ 這就是三倍的納指標的物的反向 它下回到同一個水平 它是去不了 為什麼 因為它本身是有很多隱藏的元素 令到它上回 但是一般的普羅大眾 或者自己是完全沒有做功課的人 它只是看到好像穩陣 穩陣是別人給你遐想 好像LV是不是扔到海去防水扭上來 這個是之前給你的遐想 你會不會扔LV到海去看它會防水 所以要明白這件事 它這些ETF有什麼問題呢 高水損失 第二 它的Term Structure 期限結構 Future curve 和一個低水 全部都是它自己本身 它都不是隱藏的 本身是出來 但是如果你會出來說的人 是沒有什麼會說到這些陰暗面 我記得要說到陰暗面 因為這些 你說到陰暗面是沒買的 但我老實會站在大家的立場 跟大家說 因為我真的不希望有任何的人 會透過 今天老娘很厲害 賺了三千元 還要畫一隻動物頭像 剛剛加一些腹槍元素 其實現在去到這個景象 挑戰之前的雙頂 你說去到去年250、30 好批下個星期不遂 第二 一定等二月份 因為下星期一已經期結了 拜拜 你說做24000點 現在是絕對不是一個好的時間 第一 你看那個互動性 你看看那個互動性 你看看 你看看 旗權大師給大家看看 他說旗權大師 上下旗權班的同學都很清晰 是什麼 我覺得旗權大家一定要學 為什麼 因為你不學 很吃虧 吃虧了哪裏 就是說 人家每個大戶都用這個去對沖 做這個去搏 一個方向性表面 你還是用正股 那些人在坐Tesla 你還是坐50電動車 Tesla一秒上 3秒3上100 50電動車 踩到地板油都上不到100 為什麼 因為你先天性 就是不知道 昨天炮姐的粉絲發了個微信紅包給我 有個語音功能 很好笑的 炮姐 聽來聽去都聽不到別人的說話 最後發現 原來我沒升級了微信的成績 所以我勾了 人家勾了有什麼問題 令到你看到別人 前瞻性的你看不到 會怎樣 令你損失很多的機遇 特別投資的機遇 我們是說日新月異 歡喜傳媒球 爆升什麼原因 因為滿光紅 知不知道小米是什麼原因 因為出了泵寶 你要知道這些 不是說有什麼情況 下星期還有重頭戲 原廚局議食 這也是我們的超級無敵重頭戲 超級無敵重頭戲 2萬4千點的縮召 直接說 是看它升不穿 如果升穿到2萬4千1百三十點 上面就是補錢 這個錄是期結那一下去做的 期結那一下去做的 如果你以這幾個月的平均 一個月都2500點的波動性 以上 我當你現在這個位結算 22600 加多2500點 是去到多少 25100點 遠遠超過你2萬4 這個小單邊 但你下一個問題 要質疑我 炮姐升了三個月 你自己都說了 7千幾百千點 會不會再升 他不升 我就照顧 你說 130點期權 這麼大權 6500元 那袋 借硬 其實我覺得現在 不是一個太好的入手時機 不是一個太好的入手時機 我不是說它一定會勝算 但是現在一個月底 月底是有一個全新的洗牌效應 下個月我們會出到一些春遊數據 2月6月也有些新的國內團來到香港 其實很多FRETA都會影響到我們的港股 國內的疫情退散了 它的出行人數是比2019年更加厲害 5倍、4倍很厲害 所以你看到我之前推介大家買的 什麼中面 這些概念股 已經是穿了頂 爆了頂 所以你自己說 奇權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好的時機部署 這些是Sort Call 還有你知道Sort Call 是我們玩什麼 玩按金去賺那個奇權金 其實奇權很好的 奇權是一個很beautiful的東西 昨天也給我寄了一圖給我 十倍的奇權 超好正 搏一個跨年的肥兔仔 Worda 還是你買證股 那適憲性工具當然是好 但你不會的 那就可以把握個readend去 學一下了解一下 我認為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簡單來說不行 好 下一隻 20號雙湯 它有個名字叫做 阿豹姐改的 雙心的雙心的鼻湯 因為你買到它 都很難中招 可以做些什麼 人工智能 Facetract那些 拍攝各樣 其實它在技術上 科技是goodgood的 但是goodgood的話 會引來什麼 美國人的誤會 人面識別 我盜用我們知識產權 其實這些都是廢的 為甚麼 你這些人面識別 當然會記錄你的 我們都face ID 我又說你Apple侵犯我知識產權 其實公有公說婆有婆說 說穿了你自己的根在中國 我美國一定會搞你的 那時候最大的問題就是 給美國老九 同學子Simon做得好 就是跳樓機 小龍女斷腸崖的 一律不考慮 它不是死了 它也不會上去 雖然它是一個 前景是有的 但是我不會太落必 在這些股份上 我不會太落重 在這些股份上 我很想買的 十分一 甚至乎5%是資金 你當我買少許 然後下面5%只算 上面10%只賺 是理性投資 我經常都說 沒有一定贏的投資 但你可以找一些 相對地高勝算的投資 相對地高勝算的投資 而不是這樣做 今天炮姐有一隻 升級卵證 說了是 騰訊 騰訊的call 其實你說不用call 用牛仔可不可以 我覺得都可以 因為 它昨天終於站著 找了四個水 歷史性心理關口 而且盤頭方面 不差 我不會說 去到那個位置就要沽 這些是一般老省的錯誤 去到那個位置就要沽 去到那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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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原因去到那個位置 為什麼去到那個位置 有什麼factor 令到那個位置 今次騰訊去到這個位置 我覺得很大原因 就是因為 它那個遊戲機板 我批了 復常作態 令到它整個產業鏈 都fad了 如果昨天出美國GDP 都不太好看 不太好看 那你會不會再下一城 我們中國方面的因素 或者復常的經濟貿易體 再次輪斷的時候 會再好看 騰訊 是絕對有可能 記得給個LIKE 我都給個LIKE 40個LIKE 這麼少就只有40個LIKE 阿Y好乖 給個LIKE 這個是副槍的帳戶 不要緊 照LIKE 其實那些因素不會碰 沒錯 你說垃圾的話 炮姐之前都教過大家 7800那些就是垃圾 我經常都覺得很穩陣 記得你買股票 我們是要穩中求勝 買正股 我們不是買一些很穩陣 穩陣的不動的 為什麼 沒有什麼垃圾 你買人買會升會走會走會動的 明白嗎 昨天說過那隻港交所 港交所今天有沒有動 哎呀今天跌了一點點 其實今年頭兩個星期 有10隻新的IPO相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不錯的好笑頭 是一個不錯的好笑頭 而且去年基數低 對於它的上升是不錯的 你看到 昨天有人問我賭股 我都說金沙三年都輸了323億 平均每一年他們都跌這麼多 4K就炒6萬人了 你說出了業績報告的那些6成3都不到數 對 盈利又負增長 所以你說美股方面 其實是炒一個概念 炒去不加息 或者減慢加息 加息的元空大家供樓那些心痛 很明顯的 為什麼呢 每天都加那個 不停加 所以我教大家買樓一定要計算數 其實你計算數是不會輸的 很真心的 你計算一年 假設你沒有東西做的 你可不可以頂得住 你頂得住的 是沒有問題的 但你說我都沒有計算 純粹聽經紀水 買保險也好 買樓也好 除了港股票 有些人問我的樓宇意見 保險意見 我都很開心建成大家說 因為我沒有這個利益衝突 你買也好 你不買也好 對於我 是沒有任何影響 但身為一個 小時候被人渡過的小朋友 我很心痛 一些粉絲 會被一些無量經紀去渡 買一些不等的東西 特別是保險 因為保險 它的公款期一般比較長 特別是儲蓄保險 公款期太長 如果你渡入錯的產品 你很容易斷送了你的人身 我試過聽到那些朋友 他認識我之前 因為他大部分的錢 一半的錢走去買儲蓄保險 鎖去幾十年 他整個 cash flow 的彈性是沒有了 不跟你買期權 期權你可以 譬如你買進來的 收完金給收入 你要錢急用的 你扔證股出去 其實都OK的 扔錢做到的 不是買保險卡住你 當然我認為一些 譬如一些保守型 或者是扣稅年金 第一 第二 一些主要危險 我覺得是必須 因為你用一個槓桿形式 保障你的人身 槓桿形式保障你的人身 看看今天投票 都有七成的觀眾 可以站穩22500 炮姐都覺得可以站穩22500 今天基調就是磨爛者 和昨天差不多都是彈來彈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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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多點左右 有煨就快點吃 你不要想著貪心走什麼大單邊 走不到大單邊 今天就看了 大單邊有大單邊吃法 彈彈波有彈彈波吃法 每天都有吃法 今天其實整個期間 和昨天都很像 昨天都是八兩兩百點波動性 你說這麼少是不是要擴闊 都沒有筆水擴什麼闊 只剩189點 所以我教大家 要知道什麼情境 就是吃什麼飯 你不要像雪衣一樣 128元的盤載筒 和天龍謙比 就是九不八八的 現在就擺明了 128元的成交 用128元的波動性 去做回去 直到下個星期 有筆稅回來 先知道給我yes 知道給我yes 有筆稅 有筆稅沒有筆稅 所以我只差好遠 我只差三成 有三成的成交 是否三成成交 就是多了360億 多了360億 其實都差不多1400至1500億 我覺得都合格 都是完全有個想像空間 還有人民銀行 為什麼經常都說 沒有筆水我們升 筆水一回來我們就趴在那裡 他們會收水 他們會收水 收水他會釘貨 釘貨整個市櫃下來 他就會整個市櫃下來 所以我就說 如果這個月 他要先休息 肯定是下個星期出現 一定是下個星期出現 就不是說今天出現 不會今天出現 今天都是磨爛借 爛爛爛爛 看可不可以頂得住 之前的商頂 22,500點 收起來 還有看成交 今天我猜1,000點成交 有的 但你說可不可以去到1,200 我就有少少保留了 不會超級上 今天整個盤路各方面 都要觀察一下筆水回來 和筆水未回來的分別 究竟在哪裏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金碟國際怎樣看 金碟國際怎樣操作 你首先告訴我你有沒有貨 還有你是在什麼位置買入 先回答你 不然我也不知道你怎樣操作 剛才問可不可以收拾24,000點 說不行 就是一個很清晰的問題 寫了是 什麼月份 什麼點數 叫做 寫上自己的 定型出來 不要給些 不給些 不給些 它已經上回到之前的位置 上回到之前的位置 好像昨天那隻小米 我看他無緣無故弄多棍 都知道他有些東西 駁去的 正如昨天的觀眾 咀一半 再下多一半 繼續沖上去 然後 康芳 康芳 今天 到頭隨中 已經開始沒什麼力了 升一升 已經是 頂不順了 已經是沒有力了 哪有這麼頂得順呢 大哥 都要這樣升 又這樣的成交 都說要1300、1400、1500 成交 你都沒有都是1100、1200 所以來說 一定是難搞一些 Elon Musk也說 Tesla最勤力和最聰明的對手 在哪裡 在中國 他的毛利率 是由32.9% 是去年第一季的數據 到第四季25.9% 其實你看到一年間 為了欠市場 整個收益 都沒有辦法 因為每個人都減 你不減 海豹這麼漂亮 幾十萬 炮姐都想變深 對不對 何況是普羅大眾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想跟大家說 Tesla仍然是面對很嚴重的競爭性問題 即使它是世界上的龍頭 即使世界上的龍頭 仍然很多競爭性的問題出現了 所以你說 那價單的 價單方面 它再減價 我覺得都不足為奇 如果你不是等著買車 等著買車 我覺得你可以慢慢等 就是再等一等 好像跑車那樣 等一等 可能等到明年 車又未打塞 慢慢去看 不心急的 這件事 268 27.5 有貨 金碟國仔 做一些電腦行業 27.8 有貨 現在才18.4 沒得操作 這東西 明白嗎 你操作 你近期買 即是你這麼遠買 那小口就先保持著 沒什麼好做 你混貨 我一向都不喜歡混貨 為什麼 混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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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 放在保險混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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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 很難搞 要聰明一點 還有做一個正確的動作 我們節目做了半個小時 警告指數是非常有磨難脊的感覺 怎樣磨難脊? 基本上都是不動的 怎樣不動? 想上下下下下 這就是典型的彈彈波做法 22495 上面是22684 距離我的支持22453和上面的阻力都是差50點 把我的支持和阻力抬高50點 就是今天的區間 大家要留意一下 簡單來說 紮幅波筒的就是這些位置 牛紅症或小棋子 紮固紮固練一下感覺 就不是食大茶飯 你不要去這些位置再紮固 這些位置是固的 要這些位置就紮固 定幾十點 但你說今天這麼小 只有百多點波幅不玩 OK 沒問題的 不是每天要你玩的 你把握到時機 什麼時間吃大茶飯 下個星期就吃大茶飯 今天來說 你都遇到癡癡癡癡坐上一台 不要想著超級大波幅 正正常常的 越上去 它的阻力就越大 大家都要清楚明白 我們神聖繼續炒牛紅症 和迎接下個星期的筆水來臨 記得把握在Tominion用everything 我在思義的泡沫會議再見 拜拜